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5课 这就是Lesson 35 Space Odyssey 太空探索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声词和端语 打开讲教来这个教材 207 207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声词和端语 Now read at me Hub Hub Lunar Lunar Oxygen Oxygen Apollo Apollo Accelerate Accelerate Terrestrial Terrestrial Permanently Permanently Fascination Fascination S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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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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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in Canin 好了 这是这课书的声词和端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先看第一个重点词就是这个accelerate这个动词大声再读两遍accelerate accelerate 注意它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使速度增加就是加速第二个就是加快或者促进某个什么过程某个发展使得变快一些这时候几乎不几乎都行 我们分别看一看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of a vehicle or person一个交通工具或者一个人to start to go faster速度变得快一些叫加速 这个专门指速度提高那咱们看一些例子表示这个意思是不及有动词啊不能加病语的也不能被动不及有动词 the car accelerated to overtake me 这个车子加快的速度超过了我 overtake表示超越超过 这在第三次咱们讲过 这指汽车指远远行 the renners accelerated smoothly around the bend band就弯道的地方 renner跑步的人 这些跑步者或跑步运动员在弯道非常顺滑的 这个平稳的在加速慢慢的在弯道开始跑得快了 人或者是交通工具速度变快 注意不及有动词就是本身速度快了 这是第一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意思是有这个意思 to happen or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faster or earlier than expected 发生或者使一个东西发生的更快或者更早 比如说比预期的更快或比预期的更早 使加速使加快或使促进 这个时候急悟不急悟都行了 如果急悟加上使这个字不急悟就本身在加快 就是某个东西发生的更快或更早一些 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先看不急悟动词 inflation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通货膨胀继续在加快 通胀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通货膨胀再加快 这是本身发生的比预料的更快或者更早 再看急悟动词 exposure to the sun can accelerate the aging process the aging process 未来会看到就衰老的过程 在我们第37个会讲 他说暴露在阳光之中可能会加快衰老的过程 长期暴晒的人皮肤 你看上去精神中文会变得衰老 这是使加快 急悟不急悟动性 这是动词accelerate它的两个含义 这个里边为什么专门讲一下 这里面又有一个字根 就跟celler 这个皮血出现的话 一般都表示swept 就是敏捷的迅速的 一般跟敏捷迅速相关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首先这个accelerate 这是表示迅速跟这相关 中间CELER表示swept 快速的敏捷的 下面ac咱们多次见过 ac这个字头可以表示to 去做这个事去变快 去快速 去快起来 加速加快 非常好记 举一反三多看几个例子 再比如说accelerator叫加速器 来自于这个动词的同根的名词 大声再度下 accelerator accelerator 加速器 也是使速度变快 再比如说加速这个名词 在大声那边 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加速或者加快 这个名词 还有一项 直接用名词celebrity 就是敏捷或者迅速 就来自于CELER 本身就是敏捷迅速的 这个形容词的含义 再度下的名词 敏捷或者迅速 Celerity Celerity 跟accelerate 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 accelerate反义词 使减速 或者使这个速度变慢 急误不急误都行 我们大声再度下 decelerate decelerate 这个定义意思有很多 有意思表示向下 像描述 不是写下来吗 describe scrub是写吗 速度变往下面走了 是减速 我们再度下 decelerate 所以相关的几个词可以同时记录 好 这第一个重点词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 咱们来看一看地球的或者是路生的路气的 指什么动植物 生长在路地上的 第一个意思是地球的 我们大声再度下 terrestrial terrestrial 第一个意思是表示地球的 就是connected with the planet earth 与地球这个行星相联系的 就是地球的 叫terrestrial 同样看一些例子 terrestrial life 地球的生命或者地球上的生物 这个life 泛指生命 生物不可数名词 生活在地球上 第二个意思是指什么呢 of animals and plants 就是动物或植物了 这不能指人了 什么呢 living on the land rather than in water in trees or in the air 生活在陆地上的 而不是在水中的 在树上的 或者在空中的 就是陆生的 或陆棋的 也叫terrestrial 就是陆棋的 比如说terrestrial species 生活在陆地上的物种 物种species 单负同行 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 生活在陆地上的植物 都可以用terrestrial这个形容词来限定 就是陆棋的 那么同时可以记 这是地球的 还有一个叫天上的 或天堂的 叫celestial 这是我们在第24课讲过的 注意这个是TiAl 不是T-R-I-A-L 没有那个词毛了 这别拼错 大声那边 celestial 相关的词 可以反应词同时记 就relating to the sky 还是有什么相关的 关于天空或者天堂的 所以天空的或者天堂的 叫celestial 比如说 gravity governs the motions of celestial bodies celestial body不是天上的尸体 就是天体 日月星辰 天上的这些星球 gravity就是重力 govern就控制 重力控制着天体的运动 天上的叫celestial 这个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我们再看 Terrestrial这个词 为什么专门说一说 它有字根 这个字根又特别重要 就T-E-R 有的词是T-E-R-R 两个字毛也行 它表示什么 表示Earth 本身表示地球 陆地 跟这个是相关的 我们看几个常见词 看几个常见词 你像本文中刚才出现 Terrestrial 地球的陆生的陆西的 离不开Earth 对吧 这个好记 叫地球的或陆生的 再比如说 Extra Terrestrial 叫来自地球之外的 来自天外的 这经常用在什么科幻小说里边 地球外部的 这个Extra表示 Beyond 超过什么什么之外的 所以是来自天外的 来自地球外部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xtra Terrestrial Extra Terrestrial 就来自地球外部的天外的 外形来课 形容词 可以通知记录 这有自根本Extra 在什么什么超出了它的范畴 还有我们说Territory 表示某国家或某人占领的领土 这个大家最熟悉了 我们再读一下 Territory 也是来不开Earth 离不开Earth 地来自地 领土 它占领的土地 可以这么说 还有我们第30课讲过的 基地 梯田 或者屋前的台阶 一层一层的地形地贸 也是来自Ter 我们大声读一下 Terrace Terrace 还记得吗 阶梯状的地贸 或者农村的梯田 一层一层的 或者屋前的一节一节的台阶 这是这个字 还有相关叫Terrain 这地形地贸或者地势 也是跟土地相关 常见词大声那边 Terrain Terrain 中心在后面 地形地贸或地势 也是跟土地相关 还有动作 Inter 埋葬安葬 这是一个疏灭语 巴姆尔下葬 为什么 这in 现在into进去 进到地里面去了 不是埋在地下 入土为安 埋葬或安葬 大声读一下 Inter 这是个疏灭语 它的名词形式 就埋葬或安葬的名词 再读一下好了 Interment Interment 书面也就入土了 埋葬或者安葬 有这个意思 那么再看几个相关的 反义词就挖出来 大声读一下 Disinter Disinter 这个ds表示相反的 country相反的 进到土地又出来了 刚好就挖出来 Disinter 跟inter 埋葬同时记 同样名词 挖掘 再读一下 disinterment disinterment 埋葬同时给它挖出来了 叫挖掘 是这个 还有我们有个常见词 叫subterranean subterranean T-E-R 是不是土地 sub 是在下面的 ender 刚好在土地下面 就地下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ubterranean subterranean 就地下的 还有一个地中的 地中海的 还记得吗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你看ter是表示earth medi-M-E-D-I 是表示在中间的 刚好在地中的 地中海 我形容词在地中海地区的 都行 名词就地中海了 但mediterranean 一般加定词的 我们再读一下 mediterranean 在地的中间的 地中海 或地中海地区的 就好记得 相关词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 哥老师看到这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个重点词 下面重点词 咱们看看魅力 就能迷住大家的特征 还有表示 对某个事情的迷恋或着迷 都可以用它 大声来读一下 fascination fascination 这个词很熟悉了 在三次就大量见过 但注意两个含义 别弄混了 第一次就是魅力 a very strong attraction that mak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它能够使某个东西看上去 非常有趣 就是能迷住大家的魅力 叫fascination 那么它的搭配 大家特别熟悉了 have什么什么 fascination for 对于某人来说 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魅力 有一种魅力 注意后面 这个三次就讲过 我们先看本文中的搭配 本文中207页第17行 就是207页课文第17行 Mars has an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for would-be voyagers 火星对于那些希望成为 长途旅行者的人来说 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有非凡的魅力 have an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for would-be 就希望成为的 咱们一口可说这个词 那同样在三侧的42颗也出现了 三侧42颗 就是这个现代洞穴人 这个说三侧的42颗 for him Caves have the same peculiar fascination which high mountains have for the climber 这后面定义丛句 也是用have什么什么 peculiar have fascination for 对吧 对他来说 就是洞穴探探者来说 那么这个山洞 有同样的独特的魅力 什么魅力 就是大山对于登山者的魅力 一样的那个魅力 就大山对登山者有特殊魅力 山洞对洞穴探探者 有同样的特殊的魅力 you have the same peculiar fascination 后面还是跟for搭配 这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魅力 那么另外一个搭配 出自三侧34颗 也是用fascination 这是跟exert搭配 exert fascination on 对某人施加了某种魅力 exert 要跟cheats on 大费 就施加某种力量 或者影响 什么压力 等等 可以用它 施加了某种魅力 咱们回顾一下 山洞34颗 就是幸运的发现 antique shop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a great many people 古动店 对于很多人 施加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其实翻过来 就是很多人 特别喜欢古动店 对古动店很着迷 就这个意思 就施加了某种魅力 可以用它 这是表示魅力 fascination 但是它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着迷 这是指人对某种 着迷了 迷恋 第二个意思表示 the state of being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就对某种 特别感兴趣 这样一个状态 so that you want to look at it learn about it etc 因此你想看一看它 了解有关它的情况 等等 就迷恋或着迷 非常想看一看 非常想了解 进一步的细节 这个感觉叫fascination 就是迷恋或着迷的状态 这个也同时记住 它的搭配 后面又对于什么什么的迷恋着迷 加with加富尔都行 这个借词就灵活了 比方说 the public and enduring fascination with the royal family the royal family 就王室了 王室 公众老百姓 对王室的 长时间的着迷 对王室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这国王二代 是不是两个脑袋 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 他们对王室很神秘 对他很着迷 后面加with 用for也行 比如说 he had a childish fascination for battles and revolutions 他有这种战斗 对革命 有一种幼稚的迷恋 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小孩很喜欢打仗 他有一种幼稚的迷恋 后面可以叫for 这是fascination 表示迷恋或者着迷 那么有的时候还是 表示处于着迷这个状态 迷恋地 着迷地 在前面加记得 in fascination 这一般在剧中做壮语 我们看例子 the girl listened in fascination as the story unfolded 当这个故事情节 不展开来的时候 这个女孩 这些女孩们怎么样 非常着迷的在听着 in fascination 就是放置壮语来 修饰动词 listen 怎么样在听 非常着迷的在听着 unfold 表示故事慢慢铺展开它的情节 fold不是折叠吗 现在折叠开打开了 当故事情节慢慢揭示故事迷底 故事情节展开的时候 女孩子着迷的在听 着迷地做梦式 do something in fascination 这是两个含义 不同大肥 可以把它记住 那么它的动词形式多次讲过 就是使某人着迷 迷住某人 这一定是极无动词 大声对面 fascinate fascinate 就是to attract or interest somebody very much 就是强烈的吸引了某人 使某人产生巨大兴趣 使某人着迷 三册多次讲过 先看三册第九课 cas never fail to fascinate human beings 猫永远都是那么迷人 never fail to do 这是一个双重否定 从来也不会不去做猫事 就是永远是一直是怎么样 猫总是那么迷人就好了 还有三册的第五十四课 咱们回复三册五十四课 I immediately embarked on an experiment which even though it 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ants kept me fascinated for 24 hours 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智 我立刻开始了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尽管没有能赶走蚂蚁 但让我着迷了差不多24个小时 fascinate就是处于着迷状态 这个只是动词和名词 相关词可以同意记住 连搭配配来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好 我们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多义词 而且特别常见的 senior 年长的或者是资深的 年龄更大的 或者资历深级别高的 用它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enior senior 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年纪更大的 就是older 年龄更大一些的 看一些例子 连搭配同时记住了 be senior to 就得比某人年纪大 大多少 直接放在前面就行了 he is 10 years senior to me 他比我年纪大10岁 be 10 years senior to somebody 比某人年龄大10岁 大3岁 前面或者3 years就好了 这是年纪更大的 第二个意思 表示级别更高的 资历更深的 with high rank or position 就是地位或者级别 变得更高 比他更资深的 也用senior 比如说a senior officer 一个级别更高的 一个长官 这个官比他更大 从资历更深 a senior teacher 一个资深的教师 就是高级老师 a senior manager 一个高级经理 就是资深的 地位更高的 级别更高的 干的年头更多了 senior 这是当做 这个 第二个意思 再看一个例子 同样的 比某人资深级别高 搭配不变 注意后面 还是to 不能加then 这个词也没有 比较级最高级了 它本身就是 比较级的含义 she is senior to me since she joined the firm before me 因为他比我更早 加入这个公司 他比我资历高 他比我级别高 资深 比senior 后面还是加7次2 跟年级更大 是一样的 senior我们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做名词的含义 做名词有常见的两个意思 最常见 大家最熟悉在美国 表示毕业班的学生 尤其表示高中或者大学 如果大学 就大四的学生 就是american english 美式英语里面 a student who is in the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or college high school 每个就高中了 高三学生或大四的学生 大学的四年充为不一样 大家还记得吗 复习一遍呗 大一的学生 我们分别读一下 freshman 大二的学生 sophomore 大三的学生 junior 大四的学生 senior 这都是当名词来用的 对吧 第一个意思叫毕业班的学生 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的 第二个意思 就是年长的人或老年人 a senior citizen 就是一个长者老年人 就是长辈 长者 年纪更大的人 用senior这个词 可以避免出现old 这样让大家比较忌讳的字眼 这是个委婉的表达 表达可以同时记住 her husband is 15 years her senior be 加一段时间 one senior表示 也是比某人年长多少岁 他的丈夫比他年纪大15岁 叫be 15 years her senior 这个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长者长辈 或者是老年人 年纪更大的人 可以用它 这是senior这词 做形容词做名词 再回到做形容词 比什么什么年纪大 自立深 叫be senior to 这个比较特殊 senior主义 它是来自拉宁文的词 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 它本身就表示比较 而且后面搭配 不能跟then 要跟to 反应词三次讲过 叫be junior to 比什么什么年幼或自立前 再度下反应词 junior 同样没有junior味 不能在这一二了 本身就是比较级 它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 后面加to不用then 跟他类似的 还有好多 都是偶尔结尾的 好记住吧 比如说 be superior to 优于什么 比什么 更优秀 更优越 更好 叫用这个词 大声再度下superior superior 还是加to 本身就是表示比较 它没有比较级 最高级来 它的反应词就差于 会比什么什么更略等 更差一些 大声度下 inferior inferior 后面还是跟to 就差于什么什么 还有个i or结尾的 就是早于谋式 大声度下 prior prior 也是后面加to 比什么什么更早 反应词 就posterior 就晚于谋式 大声再度一遍 posterior posterior 这是三组六个词 都是or 我进一步了设置i or结尾的 后面加借词to 表示比较 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 这是一个重要的总结 好 35个生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